早上的10點07分 歡迎大家在十整點新聞過後呢 再次回到生活同樂會 禮拜四的第二小時 男女大不同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 心悉心理諮商所創辦人 周慕哲老師 哈囉慕姿 哈囉慕姿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勿資打破雨神風號 今天沒有下雨 今天天氣超好的 是不是熱的不得了 大家都希望今天 你出現可以下個雨 讓大家那個稍微 稍微降溫一下 不要這樣 你看這就是標籤話 對 來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剛剛我們第一小時的資訊 第一小時呢 我們剛剛真的被 聽眾朋友大大抱怨說 哎呀怎麼 怎麼才酪梨跟番茄的品種 講完就結束了 真的時間太短了 那小黑老師因為最近很忙 因為他最近在書的宣傳期 所以呢 下一次我們有機會會安排他在第二小時的時間 再跟大家來聊一下 酪梨跟番茄料理喔 那但重點是他跟大家說 這裡面這本書喔 蔬食共和國裡面有100道50道 差不多450道酪梨 450道番茄 而且我剛剛看過真的不難 有很多是把它做成這樣 那你每天都可以使用到 又是非常好的兩種蔬菜水果 它可以是蔬菜也可以是水果 所以就是很棒 那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呢 老師他有第二場 因為他有兩場的這個簽書會發表會 那一場已經是結束了 另外一場就是7月11號 就是這個禮拜六 這個禮拜六的下午三點 在金石堂台北丁州店 會有新書示範分享跟簽書會 重點是你在現場就有得吃 老師會在現場現場做 他剛剛有講 每一次做 大家都好喜歡 都吃光光 我可能會為了吃去 好7月11號禮拜六的下午三點 在台北金石堂的丁州店 好跟大家分享 那穆姿也很愛做飯 嗯 因為我常常看到他 分享他的美食照 好那穆姿今天要來跟我們聊什麼 對我們要從一個這麼歡樂的 這麼歡樂的 進入一個很沉重 沒有我們剛剛上個小食 餵飽大家的肚子 而且我們要告訴大家 怎麼樣可以吃得更健康 對 這個小食呢我們要告訴你 怎麼樣讓你的心靈更健康 好對不對 真的做得太棒了 就是要很會轉 主持人要做就是要很會轉 但我覺得今天的主題喔 我們今天在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主題真的是 我聽完穆姿講 為什麼要講這個人 這本書或是他們的故事 我真的到最後說哇喔 真的假的 我是用這種這種反應的方式 就可以知道其實 其實是很很很有意思 或是在一般正常上是很少的 今天要講的主題叫做創傷複製 父母的創傷會不會複製到孩子的身上 先講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通常都是 小時候我曾經經歷過什麼 我就還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去經歷到 我要盡量避免 可是往往到最後會重蹈覆轍 為什麼會這樣 那先從今天你要講的這個 這本書 是 這兩本書對不對 是 它其實是兩本書 好 那我們先來講這個故事 因為我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哇喔 我就是用蛤 真的假的 那個這種來做一個反應喔 好 那我們就交給穆姿 好 首先是第一本書 幸福童年的秘密 幸福童年的秘密 然後那是愛麗絲米勒的書 他是哪一國人 他是因為我忘記是德國還是奧地利 就是 反正就是個歐洲人 對對對 那他是 他好像是波蘭人 他是心理 他是兒童心理專家 所以他算是心理學家 對他算是心理學家 然後他比較 原本是比較走精神分析那一派 但後來他自己發展出 自己的一套走法 那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有點像是兒童的代言人 就是在他那個年代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於兒童的一些 一些 對於兒童孩子 要怎麼去對待孩子 其實莫衷一試 就很多很多說法 有些人說不能溺愛啊 有些人說應該要對他很疏離啊 應該要冷淡 然後 可是他就慢慢的發現 有很多大人長大之後 他一直還留在過去的一些陰影裡面 然後他發現那一些人就是 大概就是會比較出現 可能平常看起來成就什麼都很好 可是他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他可能會對自己有很多的自我懷疑 然後覺得自己沒有用 沒有價值 然後在親密關係上會出現很多問題 比如說他可能工作上沒什麼狀況 但是他的親密關係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狀況 甚至他可能跟人際 就是很難建立起很好的關係 然後他就發現這些人 他們就是因為在父母的 就是養育過程中 創造出一個假我 那個假我就是 你喜歡看我什麼樣子 我就給你看什麼樣子 你不是說孩子嗎 對 孩子是因為 為了迎合父母親的期望跟喜好 對 然後就有點像是 戴上了一個面具 那戴那個面具就是 生活會比較輕鬆嘛 就是比如說 父母很會罵你 很會批評你 很會羞辱你 這個時候你如果一直天天 都跟父母衝撞 到最後你一定打輸父母的 因為你那麼小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讓自己戴上面具 就不說話 然後或者是你就討好他 順從他 讓他會比較開心 那你的生活就會比較好過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 有很多包含就是說 父母期待你是 理想的樣子是什麼 然後投射到小孩身上 然後小孩就把那個東西 接起來 然後出現了這個假我 那這個假我會讓我們 跟我們真實的自己 是離的比較遠的 因為你一直在扮演一個角色 你有時候會慢慢忘記 你自己長 原本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會沒有感覺 那基本來說 愛麗絲米勒 他花很多時間去談這個 兒童受虐 特別是精神受虐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這個跟他自己的成長觀 就是方式有關 因為他自己 他是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 二戰的時候 就是猶太人集中營 他是猶太人 對他是猶太人 然後所以他有經歷過 集中營的那段時間 然後靠著他的聰明靈力 後來把他跟家人都帶出來 可是他一直都深受 這個部分的困擾 就是這一個集中營的 這一個回憶 另外一個部分是 在他還沒進集中營之前 他在家裡就本來就是一個 還蠻特別的小孩 就是很聰明 很愛看書 可是可能在一些思考跟互動上 他是比較容易批判性思考 可是他們家是那種 宗教家庭 所以就是其實是蠻傳統的 可是那種傳統度 可能比我們所謂台灣傳統家庭 說不定有時候還更猛一點這樣子 所以他對他爸爸媽媽 也有很多的 不認同跟不諒解 但是他也感覺到自己 有時候是會被打壓的 所以使得他對這一個部分的主題 特別有興趣 那他是非常有名的心理學家 而且是兒童專家 兒童專家 像妳講的兒童代言人 那是如果 我相信在那個時候是 很多的父母親 可能是在看著他的書 去學習如何對待孩子 其實更多的是受傷的孩子 他長大了 長大的 長大的孩子 看了他的書 而去想 原來我過去是因為這個樣子 或讓我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而在這個當中 可能得到一些療癒或支持 很重要的一個人 是 那他的那本書 老實說 對我的影響也蠻大的 因為那是我在 剛開始念諮商所的時候 接觸到的書 然後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就覺得天啊 怎麼那麼棒 我那時候 小小一本 其實很容易看 喔真的啊 非常非常薄 叫做 幸福童年的秘密 對 然後所以這一本書 他叫幸福童年的真正秘密 欸 不一樣的書 不一樣的書 另外又有 而且不同 而且不同作者 而且有些人以為 是在講差不多的東西 不 是完全在講不一樣的東西 我現在要講第二本書是 幸福童年的真正秘密 這一本書 我第一次知道是 在某一次 跟我的諮商師朋友聊天 然後我們就聊到 愛麗絲米勒 那我就說 我很喜歡他的書 然後因為他後面還有再出幾本 台灣有的翻譯 然後我朋友就說 可是你知道嗎 他兒子出了一本書 然後那個內容很猛 你一定要去看 然後我說怎麼猛 他說 喔你看了你就知道 我就說喔真的嗎 但是那時候台灣還沒有翻譯 我記得是一兩年前 欸還兩年多 我忘記了 然後我就 我就跑去找 然後發現 欸他好像出了一段時間 然後那時候 就是美國那邊 剛出翻譯 有英文版 所以我就 就從那個 阿瑪隆就訂了一個 英文版 對英文版回來看 這一本叫做 我先講喔 就是愛麗絲米勒出的 這一本叫做 幸福童年的秘密 喔就是剛剛穆姿說 對他來說也是影響很深遠 結果他的兒子 叫做馬丁米勒 是 出了一本叫做 幸福童年的 真正秘密 多了真正兩個字 後面還有 愛麗絲米勒的悲劇 沒錯 那馬丁米勒 他也是從事心理相關的人 工作的人 他是諮商師 他就他跟心理學家 跟諮商師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有很多 不過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去說就是 諮商師可能是做比較多 個案實務工作的經驗是比較多 所以就是實戰經驗其實是比較強的 那 呃 馬丁米勒就在那本書裡面 去一開始他就先破題就是他在他媽媽養育他的過程中 其實他受到非常多的創傷 哦 對 他打臉他媽就對了 但是他有講他為什麼想要寫這本書 主要是別人的邀請 但是他希望這本書 因為其實最近有很多本書都是在出 我們呃形象上覺得是一個很理想的人 就他的小孩出來說不不不 他其實沒那麼好 比如說像之前的賈伯斯 大女兒出了一本小人物 那這本也引起很大的 的討論 但是我覺得這幾本書又 小人物的本我也有幫忙寫一個推薦 我自己在看書的時候 其實我蠻有感的 就是我覺得這些書他們其實並不是真的在戳他的爸媽不好 他們是在講他們自己內心的看到的 經歷過的那一個父母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深的很深的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深的孤單感 那個孤單感是 別人看到的父母是那麼好 我也好希望我的父母 因為那個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啊 我也希望他真的這麼好耶 可是實際上我經歷上到的不是這樣 所以與其說是生氣跟責備 倒不如說那種受傷跟那種好期待 失望的那個感覺 可是又希望 可不可以有一天真的會變成那樣 的那種心情是很複雜的 那種可以說是孩子戀母 父母的那個心情其實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馬丁米勒在寫這本書 主要他要講就是說 其實我在我媽媽養育我的過程當中 我是有很多創傷的 而這些創傷跟我的媽媽 他在童年時候有的創傷 其實是有關的 但是我覺得他用的比較好的方法 他只有在前面一小段篇幅 我講到他自己的狀況 可是他花了很多的的時間 他用他自己當成一個第三者 去爬梳他媽媽經歷過的那些事 然後非常了不起 再來談所謂的創傷複製嗎 好所以現在就進入我們的主題 叫做創傷複製 父母的創傷會複製 你知道孩子身上嗎 好 那這裡面其實有一句叫做 當我沒有被愛過 我要怎麼愛自己的孩子 這或許就是馬丁米勒 在這本書裡面寫到他媽媽的狀況嗎 其實這一句話是 因為我那時候在看這一本書的時候 然後我想到我曾經遇過 我曾經遇過一個狀況 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沒有被愛過的話 我要怎麼愛我自己的孩子 那其實我那時候在我自己的 寫這一本書的介紹 把這一句話寫出來 我覺得他是可以替代出 非常多的可能性 他並不是只是純粹就是說 這個孩子他 這個人他就是已經有孩子了 然後他不想要愛他的孩子 因為這句話引起下面很多人討論 因為下面就是說 就是當然就會有一些人就會說 啊那這樣就不要生啊 就不要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我在談一些創傷的東西的時候 我其實蠻希望 有一個概念叫做創傷知情 這個是有一個 現在有一些像胡佳琪老師 他們是在就是推這個部分 創傷知情的意思就是 你的創傷要先能被見證 被見證的意思是 不管是你自己或是有一個人 比如說諮商師 或是你可以相信跟可靠的人 他能夠見證告訴你說 小時候那個不是你不乖 也不是說這麼簡單 就是父母為你好 你真的受創傷了 真的辛苦你了 就是這一種創傷知情 當他可以被知情被標記 我們才有辦法開始療癒 他是至少要先被知道才行 先被理解才行 然後可是我覺得我發現在台灣的時候 有時候光這個創傷要被知道 跟被理解的過程 就會引發非常多人的情緒跟投射 因為 這例子非常常見 比如說如果今天是一個 感情上的創傷就是 例如說你童年的創傷就會出現兩派 一派就說你 你就別離你爸媽就好 或是有一派 現在有一派會是我跟你 就是我跟你的近況 情況很像 然後我跟妳講 我的狀況是什麼 另外一種是他會出來講說 現在當父母很辛苦 就是小孩什麼東西都說是我的創傷 就是你在說你的創傷的時候 會有對面的人被戳到 他會跑出來說 你不好你不對 然後也會有父母在說 他的困難的時候 會有另外一派的小孩說 他有多創傷多不對 就這個其實之前就有 但比較多是婆媳 你知道每次你都看到 有人出來說婆婆怎樣的時候 底下很多人就是說 對啊 婆婆就怎樣怎樣 然後其實也會有婆婆類的就說 這就是出來反駁 就說你們這些才是什麼樣 以前比較多看到這樣 但是現在其實教養的問題 也越來越多 因為過去中國人的觀念 還是會覺得要尊敬父母親或什麼 比較不會去把這些事情講出來 或是也沒有管到 重點是創傷這件事情 在華人社會就不是一個講了 會讓人應該不要說華人 我覺得幾乎是全世界 他就不是一個講了 會讓人舒服的狀況 我們剛剛講的是那個 那個關係 就是比如說父母跟小孩 我再拉遠一點 比如說今天的創傷 如果拉到了文化創傷 比如說文化創傷 比如說講個228 喔 開始兩邊就 喔 你政治立場啦 那個 那沒有辦法好好的去討論 那我們再拉遠一點 再講 比如說前陣子有一些新聞 比如說在講一個女性 她可能因為性的關係 她可能被強暴 或是她受虐 她出來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樣兩派 有一派會說 她好勇敢 她怎麼樣 可是另外一派會說 一定是你怎麼樣 怎麼樣 你其實是為了什麼 也就是說創傷這件事情 光它只是 就是只是就如她所原本的樣子 卻被看見 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很難讓這個創傷可以 好好的被大家接收 喔 原來你遭遇到的事情是這個樣子 就你的立場是這個樣子 原因是因為對於大家來說 這個創傷的東西會引發我們很多自己的情緒 因為每個人幾乎不會沒有創傷 你也有可能剛好就站在那個讓人有創傷的對面的位置 你有可能就是那個讓 就是你的身份是很容易讓人有創傷的人 比如說你就身為一個大主管 或是你是父母等等 或是你可能自己也曾經有過創傷 然後你已經覺得你非常的小心 不讓別人有創傷 結果你發現這件事情 居然還有人這樣講 你在另外一個位置上你就會非常的焦慮 雖然她講的不是你 可是你會很害怕 所以這個東西它就會一直不停的被創造 那現在講到創傷複製 在心理學有一個比較文言的名詞 叫代尖傳遞 代尖傳遞代就是那一代兩代 世世代代的代 所以代尖傳遞一直就是上一代傳到下一代 我之前看過一個研究 那個時候也是為了寫一些東西 然後再看 就是看過 這是我大概印象數字 如果錯的話就是 就是請大家再 就錯了啦 對錯了就錯了 對 我印象那一次 其實我對那一篇論文印象那麼深刻 是因為它講到家暴的代尖傳遞 國外的論文 國外的論文 它講家暴的代尖傳遞 傳到幾代 它那一個論文做到 是18代 真的假的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哇 當他們泡了好幾批的 研究都很對 我覺得這個數字一定有問題 一定是你都記得 我們常說你祖宗18代 你都記得是18代 我也是希望我這樣子 真的這麼多啊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說他做這個家暴的代尖傳遞 然後雖然就是看 這個家暴的行為 他可能 他可能也許有一些是 會跳 會變成隔代 但是anyway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可能會到 他是一直傳下去 那我問 我再問另外一個 有沒有一種研究就是 如果他今天沒有家暴的 是不是一直 多半都不會有家暴 這個好玩 我去找找看 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去注意這個 我只是想知道 就是說這個東西 跟一個社會的氛圍 或是會不會有關係 就是說當一個 你知道嗎 就是也許 也許他不是只有主觀的因素 還有一些周遭的因素 在某一個時代 或在某一個時間點等等 或是一些被傳遞的資訊 當資訊被傳遞的越 越廣泛的時候 到底這種情形是越 會越多 還是會減少等等 這只是我突然想到 我覺得就 如果用家暴 這個代見傳遞 這一件事情來說 我覺得如果就我們一般 實務上會去看的事情 比較簡單會去講說 假設你一個孩子 在你情緒的 寒容能力還沒有很好的時候 你在這一個家庭中長大 你發現這一個家庭的大人 比如說你的父母 他們情緒和寒容能力也很差 他們必須一直把他情緒丟出來 比如說他生氣的時候 他在外面 他就會罵人 然後會摔東西 甚至會動手 動手打媽媽 動手打你 然後你可能就會在那個過程中 你不只是身體上的受虐 你會繼承父母的情緒的狀態 這就是我常常說老大 通常脾氣都不會太好 因為老大出生的那個時候 多半都是爸媽工作 都是最辛苦的時候 然後比較年輕 對 然後也有剛結婚嘛 有比較多事情要磨合 不懂得怎麼當爸媽 對 然後自己的情緒會投射到小孩身上 然後各自父母的問題 那個時候全部都會大爆炸 所以就算他不會對小孩怎麼樣 他也很容易父母兩個人會吵架嘛 那那個吵架對小孩的情緒影響 因為他的情緒起伏 就常常都是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的小孩 情緒是跟著父母的 所以父母就算不是對小孩做什麼 只要他們吵架聲音大聲 小孩的那個整個腎上腺素 怎麼會就變得非常焦慮 然後這一個會被記得 會被他的身體記得 所以當他日後遇到類似的情況 有可能有別人有情緒的衝突 或是他自己情緒上 他基本來說他很難去控制 因為也沒有人教他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他的爸爸是 或是媽媽是直接用揍的 用什麼的 如果他又是一個比較 社會是比較賦予 他是可以比較對外攻擊 比如說男性就是比較可以對外攻擊 他很容易會認同那個 就是對外攻擊的形象 但我一直對於這件事情很疑惑 就是說 通常如果是生在一個家暴家庭裡面的兒子 都會有共同 就是我可能很多朋友 他們都曾經跟我聊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小時候爸爸是 到最後一定是父子 之間關係是非常差 那甚至是就是當大一點 可能國中什麼 就會停生而出想要保護媽媽 就想要把爸爸揍死 對 然後這輩子最痛恨的就是打老婆的人 對 可是為什麼到後面 常常會出現 就是當他自己有了家庭之後 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他也會出現類似家暴的情況 就是說你小時候是看著這樣 我們會覺得說 你是看著這樣 你應該是 你這麼痛恨 你恨死這個人了 為什麼這會變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代監傳遞 對 所以就變成是 我必須誠實的說 這一個狀況 理智上我們知道 我們不想要成為那樣的人 這個在講的在 在那個 可能大家也許偶爾有聽過 黑暗面 你越排斥你的黑暗面 你越沒有辦法去了解他 跟理解他 你去壓抑他 就是包含你的黑暗 你認為比較黑暗的情緒 你會越沒有辦法 跟這個情緒相處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人 他會出現一個狀況 他認為憤怒是不好的 他覺得憤怒就會很危險 因為他的父親 憤怒就會丟膏 所以他不能丟膏 所以他不能憤怒 他要常常都維持一個 溫良公儉讓的狀況 可是人怎麼可能不憤怒 憤怒是一個非常自然 甚至是保護你自己的情緒 重點是在於你憤怒之後 你做出來的行為是什麼 而不是你不能憤怒 可是大部分我們自動化的 不要說 不要說像我一般心理師 是因為我們有經過訓練 我們會比較理解這件事 可是在我們還沒 經過訓練之前 我們也是這麼去思考的 於是那個東西我越害怕 我會越不想碰 越排懼越說 沒有沒有 我沒有這個東西 我絕對沒有 我一點都沒有 我沒有辦法 小心一點一點去碰 那樣很大的勇氣才行 靠自己的力量是很困難 因為家暴 不管是家暴目睹了也好 或是你親身經也好 那都是非常恐怖的經驗 那是非常非常恐怖的經驗 所以要他有那麼大勇氣 自己主動去做的事情是很困難的 所以當他過度壓抑之後 他當然會在這個壓抑的過程中發現 好像他的情緒很多很滿很滿很滿 到他身就是他理智線斷裂 他理智線一斷裂 他會做的就是反射動作 反射動作就是他最常看到的 嗯 好 我們先在這邊停一下 因為我們順便講一下 剛剛呢 我們家這個優秀的製作人去找了一下 國外學者包吻研究的家暴多世代傳遞 啊八代那是我多時了 對不起 所以這個代監傳遞最 他說家暴相遺傳最久可以延續到八代 我就跟你說 但是我真的有期待 沒有我真的有一個時代 我要再去找那一篇 我要去找那篇出來 至少是時代以上我記得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講 創傷複製我們剛還沒有講到 當我沒有被愛過 我要怎麼樣愛自己的孩子 這其實有兩種創傷 一種是我們剛說到代監傳遞 以家暴為例 你可能會複製這樣的一個傷害的行為 嗯 還有一種傷害 其實你沒有做什麼 可是你就是傷害了他 因為你不懂得怎麼愛他 嗯 缺乏愛沒有被愛 這也是一種孩子會感覺到的傷害 是 所以這樣的一個創傷複製 呃 當爸爸媽媽媽小時候沒有被愛 他有沒有能力去愛自己的孩子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蠻多人 或是他會不知道怎麼愛 我想愛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愛 嗯 我常常在某些事情 突然間我就會覺得我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狀況 我很憤怒或是什麼的 我曾經聽過有媽媽是這樣講 所以呃 等下回來 當我沒有被愛過 我能不能愛我自己的孩子 我怎麼愛 還有我怎麼樣去面對我自己的童年創傷 當發現自己正在複製 如果你剛聽到這些 你開始有點警覺 我正在複製的時候 那我應該怎麼辦 哦 等下回來再請慕姿老師跟我們聊 好 10點35分 歡迎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禮拜四的男女大不同 在我們現場的是 心悉心理諮商所創辦人 周慕姿老師 今天我們談的是創傷複製哦 那呃 我很喜歡慕姿 因為就是慕姿 我們之前有曾經討論過 就是說慕姿一個禮拜 呃 一個月會來一次 我們在想我們每次討論的話題 可以從什麼開始 那因為慕姿非常喜歡讀書 然後看很多書 我就會說你要不要從介紹一些書 然後我們來聊 所以引申出來 所以我們最近這幾次 大家看到我們都會從一本書 然後談到這個現象 今天呢 講創傷複製 他也是提到了他自己 很喜歡的一本書 以及這個作者的兒子 出了另外一本 讓他們 讓大家覺得更 更 更震撼的書 其實談到的就是 父母身上創傷 可能會複製到孩子身上 講到 當我沒有被愛過 我要怎麼 因為這就是從剛剛 這對母子的故事來 媽媽小的時候 其實沒有被愛 嗯 對不對 對 那 雖然因為這樣 他成為一個兒童的心理學專家 是 他寫了很多書 大家都奉為閨女 覺得我就是要這樣 讓我的孩子幸福快樂 但他的孩子去告訴大家 其實我並沒有在我媽媽身上 得到幸福跟快樂 因為我媽媽自己就是一個 沒有被愛的人 他怎麼知道愛 要怎麼愛我們 一定會是這個樣子嗎 或是這種狀況很多嗎 我覺得 我覺得這麼說好了 其實我覺得 那個我相信人他本身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復原力 就是也有那個 就是一些研究在做這個 就這個東西的特別是說 有一些人他在自己經歷過一些逆境之後 他反而會長出一些力量 然後他是可以給別人的 其實然後所以其實有些父母 有些父母他或許自己以前沒有被自己的父母好好對待過 可是他對待小孩 不見得沒有愛小孩的能力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但當然我覺得能夠這樣子做的父母 一方面我覺得他必須 他的確很努力 然後他在生了他的小孩之後 他的確引發了很多 他自己想要重新對待自己 內在小孩 重新復原跟養育他的一個很重要的狀況 而另外一個部分是在於 如果我今天沒有被愛過 我在面對我的小孩的時候 我該怎麼辦 特別是 我覺得那一個慌張感 與其說我沒辦法愛他 倒不如說 我不知道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因為以前我在這個像他這樣的狀況 我可能被打死了 可是我知道我現在不能用這個方式對我小孩 因為這樣是不對的 我知道不對 可是那我要怎麼辦 就是我覺得其實更多的人是困在這個狀態裡面 絕對不會是 如果今天小孩都像天使一樣 天天都開開心心的 父母也開開心心的 要愛不是這麼的難 可是如果說是在他做出一些 你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造成你困擾的事情 甚至他個性有一些特質 你完全就是無法接受的時候 你怎麼辦 我覺得這對父母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 孩子會希望 父母可以無條件的愛自己 我們都希望 父母可以無條件愛自己 可是身為一個父母 你覺得你有沒有辦法做得到 無條件愛你的小孩 無條件接納自己的小孩 不管他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牽涉到一個 非常困難跟深層都不講創傷的話 他就已經是一個大難題了 更何況你的創傷再進來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身為一個父母 我覺得如果你願意努力的去理解 跟接納你的小孩 我覺得這個就跟愛差不多了 我覺得光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不管你有沒有創傷 我覺得這可能給很多的父母親 一個心理的紓壓啦 我說句實在話 當父母是壓力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 非常大 你看我都不敢生小孩 你看是不是 這叫執災 心理諮商做的越多 越不敢生小孩 你看哦 我們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媽媽寫 她說好可怕 原來真的有不愛自己孩子的媽媽 我就是 她說花了很久的時間 才慢慢愛自己的孩子 因為當初她的婚姻是先有後婚 本來是不想生小孩 不想把這孩子生下來 後來還是結婚了 打亂我的人生計劃 再向孩子生出來 老公又不會照顧 整天打電動 我發現我過得不好 這原本不是在她的預期當中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這個小孩子出身 所以我很討厭小孩 我常常在 我應該愛孩子跟不愛孩子的心理當中拉扯 這沒有什麼自私不自私 你知道有的時候 現在因為網路發達哦 你每次看到那種一個 比如說教育老師 或是兒童專家 或是一個以愛孩子 文明的媽媽寫的一篇文章 被大家大量的轉載之後啊 底下就會有很多的 就是贊同啊 想說對我們就是這樣 應該愛媽媽的時候 我就會心裡面忍不住會想說 有多少人看到之後會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呢有多少 什麼叫做自私的媽媽 我會這樣想 就是就是你知道會被貼上標籤 然後會因此好像被被指責了 可是其實媽媽也是一個人啊 我覺得這就是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矛盾的訊息 現在我們因為就是自我照顧的心理相關的書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一直知道愛自己這個東西好像很重要的 所以媽媽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媽媽也要愛自己 可是問題是今天小孩一出生 媽媽絕對是在所有的家人當中 她是犧牲最多的 這絕對是不管她的工作有多好或是什麼 如果今天她決定說不要 我就是要找就是保母 我用錢解決一切 旁邊也是會有人有意見的 因為她最有什麼小孩現在就是需要媽媽 大家都說你應該忍不住要來幫莊木茲打一下書 所以我覺得那一個 那個選擇的過程中是很困難的 可是一旦這個孩子這麼需要你 你幾乎全心全意給在他身上 突然到了一個年紀 然後就是這個 大家就說你要給他空間 我覺得本來就是一件困難的事 更何況這個社會裡面對於媽媽是怎麼角色 應該是怎麼樣子 每個人都可以來講個幾句 有生小孩的沒生小孩的隔壁的阿嬤 路人衣服 根本就不認識 帶回去 我女兒四個月大家說我帶回去打預防針 旁邊的阿嬤都要來指責我 你什麼小孩怎麼穿這樣 穿太少了 我給他穿小洋裝很可愛 這樣會冷啊 你媽媽怎麼當的你一定沒養過小孩 我心裡想說嗯對我這第一個 但是其實你真的也管太多 是 好講回來 剛剛其實穆斯老師已經講了一句很棒的話 我希望所有的媽媽可以做一個筆記 爸爸也可以 當我沒有被愛過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在小時候 並不是一個 擁有很多父母愛的孩子 然後 你說當我都沒有被愛過 我要怎麼去愛我的孩子 怎麼去愛我自己的孩子 就這樣講不是不愛 而是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因為我沒有一個模範 讓我知道怎麼處理 沒錯 如果你沒有去上過一些課 沒有去就是跟一些老師聊過的話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 但是至少能夠做到 你願意理解這個孩子 願意接納這個孩子 你覺得其實就很夠了 我覺得可以做到這個就很夠 如果你還有力氣的話 我希望你再多做一件事情 當然如果能同時最好 就是我覺得你可以先從照顧你自己開始 照顧你自己就是我覺得 你可以真實的理解你有什麼樣的需求 然後去理解你自己 因為你會做這件事情 你不要有那麼多的應該 你才不會把那個應該放在你小孩身上 如果你今天覺得說 因為我不會愛我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會勉強我自己 一定要做到別人要求 爸爸媽媽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有些人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好我心理上 我人給你可以吧 我人就是盡量去做到 那一些人家期待的事情 可是你會感覺到你在犧牲 你其實會感覺 因為通常你會做的太過太過活 就是你會太沒有自己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孩子還不順你 或是沒有接受你的好意 你的憤怒就會變得非常明顯 你就會覺得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然後你就會很生氣 所以我覺得不犧牲 在能夠不要勉強的犧牲太多的情況之下 去照顧你自己 允許你自己有一些時候是不行的 在你不行的時候可以找幫手 然後讓孩子知道你是有困難的 不只是讓你理解孩子也 讓孩子去理解你 因為孩子會無意識的覺得父母是萬能的 在從小到大的過程 在大一點可能比較有能力 可是小時候會覺得父母是萬能的 所以父母不愛我 是他有困難 不是我不好 這個是很容易會出現的這個狀況 可是如果今天孩子告訴你他想要什麼 你告訴他說 爸爸媽媽有的時候可以給你 不過有的時候爸爸媽媽比較累 可能就沒辦法 比如說有些小孩就超愛抱抱 我要抱抱 我要親愛了 有些爸爸媽媽就是 他可能本身就是毫比依附 他就每次被抱抱跟親親 他都有一種被那個的感覺 所以他其實不喜歡 但是他願意為了他小孩有的時候 他可以做 他沒有辦法隨時 那這個部分去讓小孩知道說 爸爸媽媽知道你很喜歡這個 我們也很想給你 但是爸爸媽媽有時候很累 就會覺得不舒服 不是因為你的問題喔 所以你可以接受爸爸媽媽 有的時候可以 有的時候不行嗎 小孩知道這件事情 喔不是我的問題 不是你不愛我 是原來你有困難 欸他就比較可以理解 好玩的地方是 當我今天父母是有選擇的 就是我因為有選擇 所以我選擇我有時候可以給 我有時候可以不給 我不是被強迫的 好玩的是 但是當你可以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沒有對這件事情這麼排斥 真的喔 我發現真的是這樣 這一切都在自己 他們不會變的 對 哈哈哈 打電動的老公不會變的 哈哈哈 很如的小孩也不會變的 能夠變 而且最快 讓你覺得 最有彈性 最有彈性 能夠變得最快 而且真的是實際上有用的 就是你自己的心態 嗯 的改變 好那回來講 呃 如果 這個媽媽或是這個爸爸 他是因為自己有些童年的創傷 他沒有被愛等等 他在這個時候發現了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聊的過程當中 讓他去啟發 那他如何面對自我的童年創傷 我覺得在童年創傷 剛剛我一開始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先有辦法 嗯 這個創傷可以先被看見 嗯 被理解 也就是說 這個創傷他是真實存在的 嗯 如果你覺得你沒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找個人 聽你說 這個人 你怕對方壓力太大 你就去找個專業的心理師 去做這件事 就是所謂的創傷能夠先被知道 嗯 他能夠被指稱 他才有開始療癒的可能性 好玩的地方是 就是當我們今天這個創傷 沒有辦法清楚被看見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對這個創傷的想像 我們也有很多處理這個創傷的方法 嗯 其實大家都有一套自己處理創傷的方法 不是真的沒有用喔 有的時候還蠻有用的 比如說 我覺得爸爸媽媽不愛我 他們一天到晚都在吵架 我感覺不到家庭的溫暖 這件事情讓我很創傷 那他們可能有時候也會跑來罵我 他們不會打我 但是他們會罵我 我很受傷 我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好好念書 我心裡想說我要趕快好好念書 賺錢 然後我就要趕快離開這個家 很多都是這樣 就是他他的努力的一個動力 一個目標就是 我一定要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沒錯 很多很多朋友 我都有聽過類似像這樣的話 沒錯 那這個生存策略有沒有用 超級有用的啊 你可能之後就會表現得非常好 你就得以得就是得怨所長 你可以離開這個家了 但是後面真的還是會出現這個 他沒有想到的會有的陰影在 沒錯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個創傷 於是這就會影響你進入親密關係的狀況 包含你要怎麼進入親密關係 你進入親密關係之後 你能不能給承諾 你會很害怕結婚 因為你有些人啊 有些人會特別想結婚 有些人會很害怕結婚 可是不管是想或不要 多半都是因為恐懼的話 大概那個選擇結果都不會太好 有時候他必須重新去思考 你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而不是被過去的那個狀況 或是說 我很害怕我會變得跟我爸爸媽媽一樣 我也聽過有很多人他常常會講 我我覺得我很像我爸爸或我媽媽 然後以前在家裡他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告訴自己我絕對不要跟他一樣 結果我結婚了生小孩了 我發現我自己居然跟他一樣的時候 我那個生氣的臉 生靈的臉 我覺得我好受傷 可是各位朋友 我要講一句實話 基本來說你們就是有血緣關係 所以五官有一點相像是正常的 那以生氣的表現方法來說 大家生氣起來看起來都差不多 不然為什麼憤怒是一個可以被自身的情緒 就是比如說今天童文姐你生氣了 我一定會看得到我一定辨識的出來 我如果辨識不出來 我還很白目跑到那邊 我不會被你K之類的 這就是人類基本的本能 可是因為我們太過害怕跟我們的父母相同 我們反而會對這方面過度敏感 然後會讓我們想要就是 秉除任何有可能跟我父母相像的任何一定一點 這就是我說的過度恐懼 那反而會讓你壓抑的更深 所以我覺得在面對這個創傷的時候 你理解你有你知道你有時候在情緒的表達上 有可能會跟你的父母在某些狀況會相像 那怎麼辦呢第一階段如果你可以 你如果沒有去我還是比較建議去找諮商師 但你還沒找諮商師的時候第一階段我建議 你要先能夠覺察你自己的那個情緒 就是你通常會丟高到會跟你父母很像都是你不能控制的時候嘛 所以不要讓你的情緒不能控制 一有感覺一有那個情緒 就讓自己先知道 欸我現在有點生氣 我先離開一下現場 我深呼吸我去喝個水 我去上個廁所 我先離開一些現場 我發現一下我自己剛剛怎麼了 那我想一下這件事情 小孩這樣為什麼讓我生氣 那我接下來怎麼處理這件事情比較可以圓滿 就比較能夠讓自己可以處理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那個情緒的那個法 就是要超過就會爆炸的那個東西 你不要到那個時候才處理 你要在下面大概10% 20%的時候就要處理 這樣你才控制得住 任何人都是這樣子的 只是說有些沒有創傷的人 他不會一下子滿出來 為什麼因為他沒有創傷 他沒有加上去的 而且他也沒有那麼壓抑的過程 沒錯 因為有就像你剛剛講 他其實已經壓抑了 一直壓抑一直壓抑 所以一點點就爆了 爆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最後 我其實想要請慕姿 因為慕姿之前曾經介紹過 我幾本關於童年創傷的書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很好讀 應該這樣講 有時候我們會有點害怕 去讀一些跟心理相關的 因為很難 因為很難 可是那其實很好讀 雖然有點厚 對有點厚 看起來很厚 但是你讀得很快 我想請等一下慕姿最後 Ending的時候幫我們介紹 如果今天有想要對這個更了解的 可以看一些什麼書 好不好 休息一下 10點55分 節目到最後 剩下不到兩分鐘時間 聽到的歌曲是 許麗傑的痊癒 那麼剛剛我有講 就是我想請慕姿在最後 把之前他分享給我的一些我覺得很棒的書 其中其實我覺得就是那一套 上下策的 我覺得可以請大家 可以有興趣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請慕姿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有一本書叫 然後童年情感忽視 那基本來說他是在討論就是孩子 因為在童年的經驗中被父母忽視了情感 也許父母在物質上是有照顧的 但情感忽視了 以至於造成的一些在生活的適應上 跟關係上出現的一些問題跟困難 那這些問題跟困難 第一本書比較是自我 就是自我的調整療癒的部分 那他有一個下策叫實戰篇 其實那實戰篇比較針對的是跟伴侶 跟伴侶 對跟伴侶 因為實際上這個東西幾乎百分之99.999999 會影響到你的伴侶關係 你的伴侶關係 一定會一定會 然後如果說今天你的另一半 又是一個童年情感忽略 或是有一些童年創傷的伴侶 基本上這可能性又極高 因為真的我們台灣社會 不是一個會非常重視情感 以我們的上一代來說 所以那個怎麼樣跟你的伴侶 一起走上這一個療癒的過程 我覺得那個書給了很多 我覺得很實用的方法 如果今天尤其是我看了之後 我才發現 以第一本來說 童年情感忽視的那個童年篇 它是不是叫童年篇跟實戰篇 它基本上大家去打童年情感忽視 你就會看到它會出現兩本 一個是童年篇 一個是實戰篇 童年篇中西我覺得 你如果今天是父母 我真的非常推薦你來看 我覺得它根本其實是 一個你在看自己過去的同時 其實你真的是在看你現在 對孩子的方式 那尤其是 他把父母親分成非常非常 他忽視分很多種 對分很多種 你很難想像原來有 你可能覺得從來就沒有做過這樣 我不會 但是你會發現原來 你赫然名列其中 很容易 很容易 對所以 今天很謝謝木製老師 帶給我們創傷複製這個主題 最後推薦大家兩本書 以及他講的 幸福童年的真正秘密 艾麗絲米勒悲劇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好謝謝木製老師 帶來的讀新書時間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